云南的民族文化千丝百态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歌和舞 可以形容我们云南文化 是灿烂 是别的地方 可能是敌意或者要的 我1978年就进入到云南省文艺学校 就读一舞蹈科 于1978年就分配到云南省歌舞剧院 做舞蹈演员 一会儿现在已经48年了 哇 稍微扁扁为止 到时候啊 现在很封锅一下 在自己做演员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对创作产生了浓厚的信息 慢慢地从生活当中学习文化 学习艺术 从艺术当中去理解我们的云南的民族 民间应该怎么来创作 在这种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逐步逐步地我就走向了这一条 创作的之路 在云南 我认为山歌是最厉害的啊 你看我们产生了多少优秀的歌企 东方的小叶起 小花糖水 像我们的大哥 一打可以打到全世界 还有我们 还有我们 比如说几代的 我们艺术家 像我们的黄红 杜丽华 他们所唱出来的民歌 你比如说 二十马 马铃响 一鸟唱 蝴蝶千变 这些都是在全国 影响极大的云南手术民族 再说说我们的舞 我们云南的舞蹈 那是博大精神 丰富多彩的 在全国认知度比较高的 像我们的孔雀舞 孔雀舞是几代人了 从我们的第一代孔雀毛巷 第二代孔雀 刀妹郎 再到第三代孔雀 杨丽萍 现在还有一大批 孔雀舞者的追随者 我们云南的瓦族舞也很厉害 特别是姑娘们 那个长发 他们的舞蹈一出来 非常的有阳刚之心 而且是我们女孩子跳的 有一种龙飞富舞的那种状态 还有的像我们比较有特点的 悟老众歌 悟老众歌 可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舞 虽然跳得很简单 它是她的内涵 非常的浮沫 它是表达自己的祖先 怀念和纪念自己的祖先 从喜马拉雅怎么迁徙过来的 我觉得看完以后 会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 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 能够流传到今天 其实他们更深层次的东西 就是怀念自己的民族 怎么生长 怎么把文化传承到今天 今年的这个跨国春光 我觉得非常地有意义 同时难过了四个国家 一起来做这个春光 四国的文化 非常优秀的文化通步 凝集到一个空间当中 我觉得在我的一生当中 我认为是第一次 而且我们表达的行为方式 跟过期还有所不同 我们这次呢 是用全新的电视思路来做 里边可以看到 不仅仅是真实的场景 有编好的节目 还有各个国家丰富多彩的 一种文化的表达 琳琅满目 让人们看到文化之灿烂 我们云南文化 通过大家的不懈的努力 我相信一定会 更加精彩地走向世界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